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又频频出现在舞台上 银幕上 报刊上 银屏中 小说中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种影响力还在不断地增强 并且还产生了世界影响力 是什么样的名字 有如此巨大的魔力 居然在全力使它消失了二十年后 又重新站起来 且出现在人们的眼前 进入人们的心中 这不能不引起我极大的兴趣和好奇 我很想探究其中的原因和内容 尽管短时间无法深入 于是 在秋高气爽 风和日丽的金色十月 我和老婆沿着在地图上 即消失了名字之地区的方位 开始了寻找之旅 这个有如此魔力的地方在哪里 如今你翻破中国地图也找不到它了 但 只要稍有历史和地理常识的人就知道了 这个地方就是1987 年在地方权力博弈时 从中国行政区化中被抹掉了古老的徽州 旧时徽州地处尔南 东皮浙 西林干 秦称张俊 近称兴安 唐祖宗四年七百五十九年 一鸣涉州 宋宋宣和三年一一二一年 平定摄人方纳起义后 宋徽宗改摄州为徽州 辖金安徽摄县 一县 修宁 齐门 济西和江西物园县 府城摄在摄县城内 俗称一府六县 从此 徽州这一称位至公元1987年止 共延用了866年 无论王朝如何更迭 徽州之名始终莫变 徽者 美好之位也 酷明思义 即徽州是美好的地方 当车航山谷时 在风轮叠障 苍松翠竹的眼映下 一座座徽州独有的粉壁带瓦码头墙的村庄 就会出现了眼前 村庄在青山绿水间格外醒目和优雅 仿佛是一幅幅水墨阴染的山水画 宗族聚村而居 同宗同园 倡导相学 形成了影响深远的徽州文化 这是多么充满想象 充满梦境 充满智慧的地方 是什么原因使其使用了近千年的称谓 突然消失了呢 村庄在青山绿水间白毛浮绿水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